今天是禮拜日的早上 那我昨天禮拜六的時候 已經去找了2020把車子給搞完 這一個月喔 南投這邊都一直在下雷震 那今天其實下的機率也很高 我看現在的雲城其實也隨時要下 不過因為這一次呢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在初老騎士團裡面 那初老騎士團呢 他這個週末 舉辦了去武林看星空的行程 等下他們要去五屆 這個朋友就有約了我一下 雖然五屆我已經去過了 拍攝的部分我也不太確定 不能夠拍到什麼 有趣的東西喔 來給你們看 那但是我就是把這一個行程給記錄起來 我順便拍一拍這個初老騎士團的車友 那就準備出發囉 這趟行程會再去跑五屆 主要是因為明彥這個車友啊 是我當初騎乘RV27年的時候認識的 約了我去五屆 當個不稱職的向導 其實他也是一個很喜歡四處亂跑的騎士 在這幾年的期間呢 他看到我郵寄的時候 給我的回應 最常出現的就是 這邊我也跑過 這裡我也去過 只是沒有像你一樣記錄起來 說到這邊 其實我就想起來最近 體會到的一個感覺啊 就是啊 我在幾次團跑的時候 其實也有實際跟一些 看過我影片的車友見面 現場聊下來發現呢 他們也都是很愛到處跑的人 跑的地方呢 都相當精彩 他們看到我的影片之後啊 自己其實也會想要分享出他們的旅行 這樣的想法 也有在你們給我的留言中看到 只是車友們可能礙於不擅長剪輯啊 沒有多餘時間啊 所以沒有辦法去做 事實上我完全可以體會這樣的感覺喔 因為我自己也是看到了一些 YouTube Rider的影片呢 才更加有決心想做這個頻道 所以呢 我是真的很感謝願意花時間 來看影片的各位朋友 因為我今天這個影片 是訴說的一方 而你們是觀看的一方 也只不過就是 我比較有時間去把影片做出來吧 所以啊 我也不覺得自己是一個YouTuber 還是說網紅什麼的 我就是一個愛騎車的同好 比較有時間做影片 就是這樣而已啦 我現在騎乘的路線呢 就是埔里往吳嶺的台14線 住在南投埔里 我想跑吳嶺其實非常近 事實上我騎著大鵬已經有跑過一次了 不過如果是我的影片呢 都有看的朋友 應該就會知道 其實我都還沒有發過 跑吳嶺的影片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自己其實很喜歡吳嶺 所以我會很想把 跑吳嶺的那支影片拍得好 就因為這樣呢 反而很難 輕易的去拍它 那這趟騎不用多久 就會抵達跟車友約好的 物色加油站囉 已經到了跟車友約好要見面的 物色加油站 看起來會比他們早喔 沒有下來走 沒有發現說 其實這邊也是有小步道的耶 就在物色加油站的旁邊了 那你跟朋友來 今天來騎哪裡 我們今天上武嶺 我等一下是 朋友會一起去 五屆 所以我們等一下是往下跑 喔 我知道也看影片跑過五屆啦 然後摔了嗎 哈哈哈哈 你看我那個護工已經 你有follow的話 現在換這個就堅固一點 封閉室啦 SRB是嗎 喔你知道耶 我之前騎滑胎啊 喔 你是後來才換這個 換 SB300 對 SRB 哈哈 欸我 可以跨跨看嗎 可以可以可以 我錄恩檔了 好 我蠻喜歡山獎的車的 是喔 我覺得 老問題 因為我之前都是騎那個RV270這樣子 阿對 對啊 哇酷耶 呵呵 跟你拍張照好不好 好啊好啊 來個車平蹲 呵呵呵 喔這樣有你的車子 對啊 朋友好像來了 OKOKOK 不好意思 很高興 很高興遇到你 真的會很開心 OK OK 新手啦 好 掰掰 機車小心喔 掰掰 另外有叫Percy 呵呵 Percy OK 好 我帶路喔 真的假的 呵呵呵 因為我已經走過一次了 喔好啊 現在呢 我正在行駛的就是頭巴山 方向是由物射往五屆前進 通過五屆後 頭巴山可以直接接到頭拐腰 進入到普里市區 所以說啊 在之前的影片有介紹過 西境武林呢 並不是只能從台14抵達物射 跑頭拐腰加上巴山 途徑五屆 一樣可以抵達物射 雖然入場花費的時間會比較長 路況也會比較差一些 但是比起跑台14 比較不容易塞車 沿途也會經過很多值得一看的景點 剛剛呢 也很開心可以遇到 看過我影片的車友 而且是個很好相處的人啦 感覺很開心 也讓我有機會跨到SB300 那因為我人生第一台機車是野狼125 再來180 再來是270 欸剛好都是SYM的喔 當初挑上這些車 其實我都沒有鎖定品牌 我什麼廠牌的車款呢 都有拿來比 只是剛好外型啊還是說功能啊 各廠的產品比到最後 剛好都是SYM的產品出現 買野狼125的時候 是我高中升大學人生第一台車 那時候我對外觀的喜好呢 是比較偏愛復古風 欸我高中的時候就會喜歡復古風 現在有點年紀之後 反而還好 現在比較注重功能性 所以高中那時候看的都是圓燈造型的車 看到最後才發現野狼 而且是那時候三養才剛剛推出沒幾年的 雙表野狼傳奇 哇那個銀色的油箱 咖啡色的座墊跟我吧 一看就愛上了 第二台之前聊過了 最後就是挑上RV180 當初比較的車款呢 有SMAX Nikita Dink 180 最後的原因就是RV180有原廠長風鏡 坐姿很舒適 馬力大 平地台也大 SMAX比起來 車廂空間平地台 排氣量都比較小 坐姿也沒有180那麼舒適 所以就剔除了 Nikita200的話 當初是因為沒有平地台 然後因為是拿300的車體 去裝200的引擎 設計上感覺比較重拖 就也剔除了 至於定殼180的話 就是因為外觀比起來 比較喜歡RV的雙燈設計 那第三台就來到RV270 那當初其實對RV180的各方面都很滿意 要換車幾乎就是為了路權 所以當初考慮的車款 就都是黃牌大洋 那時候就是比較是預算呢 再加上一些外型的考量 那時候RV270很便宜 只要14萬多 XMAX也還沒進來 那時候14萬促銷價 我記得連洪家藤的 Elite300都還比它貴 再加上270的外型 我很喜歡 圓滾滾的 頭燈又很漂亮 而且呢 它比起那時候 那個極具的車款 它算是很成熟的產品 因為它是三養已經推出很久的RV250了 一路改款出來的 那再來就是大鵬啦 V-Stone 650 那就是因為我之前使用大洋的體驗 其實很好 就只差跑爛路的時候比較不合適 所以車款很明確的就是鎖定的ADV 這在上一支影片有聊過了 那至於為什麼ADV是挑大鵬 怎麼說 其實到這個極具產品的時候 幾乎都已經是國際一線大廠在生產了 不會有太大的優劣之分 真要說的話 就是大鵬的外型 我其實是很喜歡的 比較特別的就是 V-Stone在國際上的使用率 是相當高的 就是老外啊 素人也有 那種職業的冒險家 旅行者也有 他們在挑戰一些比較極限的長途 騎行的時候 比如說橫跨非洲啊 還有亞洲人 我們有火花螺去騎北極等等 蠻常會去使用V-Stone的 我自己在想背後的原因是為什麼 我在想 也跟V-Stone有650這個排量級距 蠻有關係的 跑長途不會太累 油耗不會太差 油箱又大 真的去蠻荒地區長征的時候 這個燃油轉換成 真正能夠行駛的 里程術的效率啊 就很重要了 因為你很可能是真的 完全不會有加油站 再來就是設計啊 比較簡單 比較直接 又堅固 所以遇到狀況的時候 比較容易自己 先做一些簡單的 故障排除 目前比較常會拿來跟V-Stone 比較的是 NC Tracer VFR-800X XADV 還有Afica Twin NC Tracer還有VFR 真的就是比較常見 與一般公路使用 國際上真的去長征 大冒險的時候 是比較少見到 有人使用這幾款車 還有XADV 也是差不多的狀況 那Afica Twin比起來 因為它的越野能力 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它的感覺上 是比較偏向 競技 賽事 這樣的場合的時候 會比較受到矚目 不過我的意思 倒不是說 V-Stone 是比這幾款車都要好 畢竟在台灣 能騎車的地理環境呢 就是這樣 我剛剛講的那幾個 V-Stone 相較其他車款 比較突出的特點 實際上 台灣應該都用不太到 台灣頭到尾 就300多公里 加油站到處都是 想起Off-road 還要特地去找 那不過 問我目前買 V-Stone有沒有後悔 喔 我會覺得是沒有的 我完全沒有後悔 而且還很喜歡 雖然我Off-road 技術超爛 一直都騎不起來 但是我其實已經 陸陸續續跑了不少 有鋪裝的林道啊 還有產業道路 香道啊等等 騎ADV跑那樣的路 其實感覺是真的蠻爽的 那些路啊 我現在回頭想 其實什麼車都可以跑 不會只有ADV能跑 但是如果用速克達 街車 美式 或是仿賽去跑 要跑都可以跑 就是體驗上沒有那麼適合 仿賽可能會懸吊太硬 速克達可能 避震行程比較短 過坑就會比較不舒服 還有就是高轉車啊 跑蜿蜒小路 轉速拉不起來 或是行駛速度快不了 太燙了 美式機車 復古街車 可能會覺得過水坑 或是泥坑啊 太髒了 簡言之呢 就是大鵬遷來 光是跑台灣很多鄉間小路 其實就不虧了 好啦 聊了這麼久 也該到萬大水庫了 有鵬遷來 你有停過這裡嗎 應該有路過 因為我第一次停耶 哈哈 我第一次停了 這邊你還沒來過啊 主界你應該有逃過 就是常常路過啦 但是每次都沒有停 哦 對 呵呵呵 你這個58你還把它保留的嗎 對啊 好奇 你那個影片你是邊騎邊拍 那個口白嗎 還是回去再配 回去再配 所以說我好像對景點很清楚有沒有 全部都是回去再找資料再寫 在臉書或是youtube上看到嗎 就是機車的郵寄啦 哦 哈哈 啊這是我們初老那個 對 雅秀 雅秀 你們算是昨天的武林星空團 去了多少人 哦 去了三四十人 還有加花蓮 沒有有的人都直接回去 他們都直接當天 你們是第一次來這樣子 我們第一次 我是路過一次 哈哈哈 我五屆其實也才來兩三次 但是這個電廠我是第一次停車 我知道你裡面五屆要下林道 那個要找熟門熟路的人帶 不行啦 我們這樣突然去 而且昨天 昨天那個浦里下大雨 我覺得真的太危險了 不要說應該是我自己都先摔了 我自己都沒辦法騎 怎麼帶你們去對不對 哦 那個石頭的話可能要下溪去撿才有 那也是要知道哪個地方的點啊 對這個我就不知道 好像現在的都不太喜歡遊客這樣子 而且應該也有專門的人去撿 我覺得應該不太好找了 那這邊有一個模型 那這邊有一個模型 我們可以看 人造的 我剛才沒停車的話都沒有發現 其實也很多細節 這個做得很好 那目前我發現的是3號4號 跟終於1、2號4號 目前有這麼多在發現 那木側水庫目前的有效驅水量是有汗 一直說大家剛剛經過那個水庫的時候 那是目前的一半的水庫 你們有去過那個隧道 那一個隧道 後面有車 所以過了五隧隧道嗎 哦啊那個就是在講五隧隧道 那就一定會經過 一定會經過 好啊那我們去下一個好了 下一個應該就是區濱移植了 直接到區濱嗎 我覺得我們可以去走一下石原吊橋 它那個其實要騎滿進去 然後去走一走 五隧道 照顫 instructions 頂空 arriv 小 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不知道他的屋頂會有這種東西 不知道齁 你也是很看到路你就繞一下這樣子齁 你自己騎的時候 那你太深了我還不敢 沒有沒有 我上來看這個 之前來的時候剛好有遇到開那間咖啡小站的老闆 他們家族就是這片地的主人 然後他說那時候幾個老教授來 那時候能挖到都挖起來了 他目前是先拿去台北那邊保存 之後這邊可能會再開一個驅兵的真的博物館 那時候就會把他送回來做展覽 那時候挖得蠻深的 然後他小時候還會跑下去玩 不過現在看就是一片草 就是一片草 這麼裡面會有人來嗎 但是縣政府就是跟他們講說有這個計畫 可是有時候講一講 你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實行 不過這種東西政府他都還是會說他有想要做 OK齁 好 好 很高 我 會不會 你一想跑我就拍你 哇也是很漂亮 你家裡有一顆人家給你了 他沒有,我自己家公司 那都一樣 沒有,裡面不一樣 有的圖長不一樣 這個也蠻重的 我看看 比一般的重 金屬 我爸也喜歡玩石頭 他就還有加入素食協會 素食協會 素食協會 橫栽和九頭一起玩 你是幾排啊?我剛剛看你手持那個 對啊,我現在買了 所以都是正購破還是買那個房的那個 兩台我都還是買正的 沒辦法 我覺得期待他電子房證真的蠻有用的 之前有去聽過一些講課 說最重要還是畫面要穩定 不然看的人會很不舒服 從湖裡上來那邊很多露營區 也有一個很漂亮 超級多 我後來發現他們都是茶農 其實平常就會在那邊工作 那只要順便清一塊 他就可以 要有人來他就去收錢 可是那個好像要登記啊 可是很多都是 應該難啊 茶園都常常會很漂亮 因為他茶就是必須要生長在那個環境 有雲海啊 有日出啊 有雲霧緹緹的地方 就是最適合茶生長 所以只要茶園 風景都不會太差 早去買半熟的 結果買了那個櫻桃 不用拿 沒關係 唉唷 謝謝你們帶我們走這一趟 沒有啦 都帶的很爛 帶的很爛 這個是什麼 皮蛋 這是皮蛋喔 我覺得很不錯 謝謝 謝謝 大家想去思源吊橋 現在去沒有 這樣沒什麼 你們也是來玩的嗎 來參觀的嗎 在客人 開那個六人座的司機啊 有的六人座 這些都你們 成立不錯喔 沒有啦 你跟婆婆人 喔 婆婆人 泥鯉發 有阿 你被人家看過了喔 對啊 經常走喔 我有一次倒車 給你們開 櫃子的幫忙簽起來 哈哈哈哈哈 我那個時候就是去看那個 五屆萬年中魯石啊 哦 他那個下面就是一直淋 下面很滑 很滑 然後那個司機 要幫我牽你知道嗎 他下來 一下車自己也倒了 走路都倒 喔 好好好 這是一種自創曲話 當然要歡迎家裡吧 歡迎一下台中好朋友 幫我打台子好不好 1,2,3,4,5 1,2,3 歡迎你們來到這部龍愛音 不是啦給你們介紹裡面怎麼轉 裡面走就是看到這邊的三大景點的其中之一 就是摸摸娜的瀑布 到瀑布差不多在48分 只有03秒 再負0.3 歡迎你們 謝謝喔 不會不會歡迎 03秒 那個3秒是什麼 看他回去拿個東西 給決定喔 欸 欸你哪裡人啊 欸你哪裡人啊 不會啊 沒有朋友還是不會來 所以你是放假來這邊打工 你是大學生嗎 對 有 有 等試一下啊對不對 對 都不夠好啊 在這時候他知道 他瘋了 上進了嗎 上進了 上進了 幫我修一下那個肚子的部分 開美肌 帥的 你這樣比較帥 修完就不帥 你這樣比較帥 哈哈哈哈 可以啦 那個是很漂亮 可是年紀差很多 感謝你啦 但是 至少大學畢業嘛 之前 辦個聚會 然後我們認識了一個大哥 他帶他女兒來 很漂亮 他都以為是大學畢業 沒想到才高中畢業而已 那這樣就不行了 欸 那個不小心就犯法了 欸 他會幫我做一些簡單的剪輯 然後 然後 上字幕是我自己的 所以那個轉訪好像有些 所以那個轉訪好像有些 好大 所以我好像有些 好大 所以我好像有些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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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 欸 很小喔欸 很小喔 很小喔 啾啾啾 欸 好可愛 那個很癢的 對 叫什麼名字 他叫 大大 大大 嗯 大大 什麼那麼可愛 他好可愛 喔 撒嬌的耶 好快喔 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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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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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醬池大概是結札多久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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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很難拍嗎 嗎 那很難拍嗎 不然 不然 这趟行程啊 很开心可以跟 其实没有见过几次面的明艳 可以将叙叙旧 另外就是透过了他的邀约 认识了龙文石大哥还有亚秀姐 这对大洋夫妻党 尤其特别的是啊 各位看到这对夫妻党 应该会猜说 是老公很爱骑车 老婆迫于无奈 只好跟着跑对吧 事实上是相反的哦 他们所骑乘的大洋 是亚秀姐主动去考重机驾照 并且自己迁回家的 而且亚秀姐跟我说啊 他其实本来的首选是挡车 只是身材上的限制 只好选择大洋 据说是当初的考照教练建议他的 教练跟他说 除了身材问题以外呢 女生在打挡操作这块的反应 先天上就比较不适合 诶这个说法我是反对的哦 身材的问题我是同意的 因为这个是基因先天上 女生的身材平均会比男生娇小 但是驾驶 机具这类的能力 我不认为会有先天上的差别 确实哦 现在如果要说统计上 是不是女驾在路上比较容易出问题 我也不会说没有 但是啊 这是因为我们目前的社会 没有从小就要求女性 必须学会这类型的技能 而反观男生呢 只要不会就直接被看不起 所以说我们就已经是这样的社会了 那你再去看受到这个社会影响的人们 当然会看到符合这个形状的现况 诶这就好比说你跑去伊斯兰国家 然后说他们的女性 统计上观念比较保守 所以说女生啊 天生比较保守 哎呦是这样吗 好啦那事实上这对重机夫妻 龙文池大哥其实是比较喜欢开车的 你会觉得开车比较舒服 而亚秀姐呢 是因为坐车很容易晕车 所以跑这种山区玩呢 就很喜欢使用重机 那根据明眼所说啊 如果是亚秀姐单独出门 自己骑车来参加活动的时候 吼吼 据说是男生都跟不上 台湾很多山区都有那个水利设施啊 对啊你要找秘密就是要赚这个地方 嗯 不要把我剪进去吧 我就都要剪进去看 你在那边讲一些什么 仔细看的 甘安捏 甘像你说的那样 大家看欺负别人 还是巴士 还是巴士 忘记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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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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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